不知道大家在逛街的時候經過很舊的菲林影樓 會不會很好奇裡面是甚麼樣子呢? 這次我們為大家採訪的就是 位於油麻地的善美影室 走進去已經有一種回到六七十年代的感覺 裡面每一個裝飾、佈置充滿懷舊的情懷 影樓裡面仍然放置專業的攝影器材 而我們也有幸訪問到善美影室現時的老闆 林國勝師傅 這裡老闆是尖尖去移民 我們就跟他們聊天 說可不可以讓我們繼續在這裡經營 我們就是一定要改替別的名字 他們不讓我用尖尖的名字 由九六年一月一日開始 那就做到現在 最有趣的就是 那些客人說老闆拍得很輕鬆 很漂亮 還有小朋友能夠拍到漿漿都笑 菲林時代 影樓的規模較大 工作繁複分工清晰 每個部門只精於自己負責的部分 拍照那一拍就拍照那拍 曬照那拍就曬照那拍 撿照呀撿底 另外有師傅 一個組是組的 起碼有三組人工作 拍照就老闆 沖飛了照就我們 另外撿照師傅 就把照片撿到漂亮 其實一間影樓就是這麼多工序 以前一新年 小朋友播學校 上學 就必定來這店拍照 因為唯一是想拍照 聚會 畢業 是一個很溫馨的相聚 家裏的新成員會來拍照 畢業 家庭照 建工照 他們說出完塑膜拍得很漂亮 不過就是 漂亮那頭 也沒那麼真實 菲林有一個層次 你看起來 照片是立體一點 夠肉一點 不要看少一張 菲林照片花費的功夫 除了攝影師好用心去捕捉 撿照的員工彈化客人的眼袋 紋斑 負責曬照的工場 就要想怎樣呈現副照是最好 拍照後衝飛翔 師傅就撿了底片 底片是撿什麼呢 眼袋 大頭照片 見工廠 或者考學照片 把眼袋撿淺一點 老人家的少民撿淺一點 年輕人撿淺一點 照片不是美圖瘦瘦 把眼袋撿走 聽不懂 是層次 你撿多了 輪廓就變相 然後在多個層次 數碼就是按這樣 按然後從電視機看 但非痰不是這樣的 按一張 就暴光了一張非痰 如果你不用心去捕捉 你把照片在底片上 已經是不見了一張非痰 師傅坦然在影流裡 沒有人會教你怎麽攝影 都是透過自己的感受 攝影相沒有師傅教的 是你自己可以慢慢感染的 我们在影响谱 怎样学会拍照 怎样学会晒相 见到的功夫是做什么 老板 师傅怎样做 你就是慢慢偷师学习 慢慢感染 是没有人教的 因为师傅他们也没有人教的 由学师到师傅 都是慢慢看程序 做事 你自己去感受 林师傅是透过一部黑白机和菲林结缘 读书时 中三中四有个同学 个个玩晒黑白 从那时候 玩晒黑白 很努力晒一张照片在红灯上 将照片慢慢浮 慢慢浮 浮现出来 你觉得那张照片是自己一手做出来的 张照片很漂亮 是自己的操作 现时影流生意主要来自熟客 这里是全靠那些旧熟客 老板那一辈的 他们是大孙 他自己又再来那张新的证件上 有些老人家说 我光顾了你三十几四十年 我问他什么时候来过 就是三十几四十年前来过 旧时影流而不乏明星光顾 因为明星呢 这里附近是普兴器院 百和那些百和汇馆的社 在展望大厦那里 附近有些明星在聚会 他们就上来这里拍照 继续经营影流只会为等一个客人 因为我在这里等着等着 就变得很难得 客人很开心 我回来拍一盘飞林相 他就很怀念老板的时候 很有心机和他拍照 现在都这么漂亮 有人客人来拍照 你就很开心 其实未来你都不知道 如果飞林不出的 这些影流都要告一段落 还有如果这里 一通过八成要强拍的 你都要告一段落 林师傅也没有打算在地方强白猴 找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张 或者找下一个接班人 因为下一代接班人 很难他要做出这种情怀 他们已经习惯了数码 觉得这个又要充飞 又要晒相又要收拾相 已经是淘汰了 现在没有年轻人 有这么耐性去晒相出来 已经是电脑那里 可以千变万化了 而我们在访问完林师傅之后 就决定体验一下 菲林影流的拍摄过程 收费是七八八十元 一款照片 在拍摄之前 我们需要选择姿势 背景颜色等 选择底色之后 会连续拍摄三个姿势 师傅紧接着去设定好 拍半身的大头镜 这款保养得宜的一二零菲林相机 至一九九四年起 就开始使用 而相机仍然以手动操作 同时 师傅也会按照我们选择的底色 去设定好背景 影流会为男士提供怀旧的西装外套 拍出来更加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摄影师期间 会不停调调相机的位置和角度 师傅期间也会不停指导我们的姿势 令到照片拍出来好看些 他也在拍摄前 拿出明星拍器会用到的化妆粉纸 帮我们的面部吸油 以防拍出来的时候 面会反光 在拍摄的过程中 师傅会不停尝试 让我们放松下来 展现出最自然的一面 放松下来 好了 我们再 一盘就 贴上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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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认慰一点 对 轻一点 对 对 再轻一点 对 再轻一点 对 稍微 对 好 看手指 轻松一点 和小鸭子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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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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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在拍完菲林相后,获得林师傅的准许 可以去后面的小工厂看看晒相的工具和仪器 这个尺刀是用来剪相,而师傅也跟我们介绍试纸 在晒相前要反复试试相片的颜色 将相片的颜色试对了,才拿到后面这台仪器晒出来 这部老古洞是早已停产的德国际 充上自己,机器里分了显影、定影和水光的部分 这部仪器在1995年时价值高达港币27万 其后师傅再为我们介绍放大机 而底片要放在着红灯的位置投影出来 师傅为我们简单示范整个流程 首先要将底片夹好,放在刚刚着红灯的位置 将灯关掉,再将光圈架大些 投影在板上,将相片成功对焦 而我们在访问完林师傅之后 都感受到她对菲林摄影的热成 今集就到这里 记得like,comment和subscribe 下次见,bye bye